判罪者 第61章 后知后觉 响路非非播讲 从审讯开始 徐瑞就不断地抛出一些重磅炸弹来轰炸我们的身心 可从没有哪句话能如同这句话一样 让我们四个人都流露出无以复加的震撼之色 王群死亡的第一时间我们调取了监控录像 所以可以排除被人动过手脚的问题 而且通过反复的观看 的确没有任何人曾经进入过那间病房 可现在徐瑞却一口咬定 他是大摇大摆走进去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眼睛欺骗了你们 眼睛欺骗了我们 我皱了皱眉头 对 徐瑞点点头 如果你们看得够仔细 那就会发现进入病房的医护人员比出来的时候多了一个人 只不过你们的心思都在寻找嫌疑犯上 从而忽略了这一点 哦 话说到这里 苏莫常常吐出了一口气 望着徐瑞说道 如果你没有犯下这样的罪行 我一定会跟雷局打申请报告 将你弄到刑侦队里来 从井这么多年 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这么小的年纪 能够将一个局设计得如此缜密的人 雷大炮在这个时候 雷大炮在这个时候也忍不住感叹了一声 但我还是辞负了雷局和苏队的栽培 这个时候的徐瑞脸上带着失落和歉意 是那么的真诚 现在供述一下作案过程吧 雷大炮 雷大炮 扭头转向了别处 好 徐瑞又恢复了之前的神色 唯唯地说道 王群被看守得如此之言 我想要进去杀了他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只能另想他罚 最后我通过观察 决定混入医护人员的队伍当中 这些案件是罕见的大案要案 而当时王群又是唯一的嫌疑人 所以医院势必十分重视 会将全院最好的医生派过来 对王群进行会诊 以便让他尽快恢复过来 这个出发点本是无可指摘的 但却会是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进入王群房间的医护人员众多 而且我们知道 根据医院现行的规定 通常医护人员进入病房房间的时候 都会戴口罩的 你们知道 乔庄这件事对于我来说 几乎是手到擒来的 所以我就弄了一套医生的行头 在他们会诊的时候进入到房间之中 随后去了卫生间再也没有出来 这样来说是我们看守王群的同事大意了 如果在那些医生会诊完毕之后 进去检查一下就不会给你有可趁之机了 细节决定成败 诚然不假 我的感叹换来的是会议室的记性 雷大炮 苏默 以及马蕾都在这个时候沉默了 显然是在做着自我的检讨 以及执行力的反思 当所有的衣裳都离开之后 我便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 随后 以看病为由给王群打了一针 由于我穿着白大褂 所以王群显得很配合 这一针不会要了王群的命 但是会让他丧失行动能力 甚至连喊叫都做不到 随后我将他从床上弄下来 直接拖到卫生间里面 他已经丧失行动能力了 你为什么还要把他拖到卫生间里面 而不是直接在病床上把他杀死呢 对于这一点 我多少有些不明白 或者说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因为拖拽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会弄出一些动静 这样就会惊动守在外面的同事们 方子 这可不是多此一举 徐瑞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留下逃走的机会 苏默直接给出了答案 不错 当时杨婷还没有死亡 所以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让你们抓住的 所以才冒着被发现的危险 将王群给拖到卫生间里面 至于我怎么逃脱 稍后会做解释的 那就说说喉咙里面的头发吧 根据我的解释报告 王群是窒息死亡的 那些头发深深的扎入喉咙之中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继续问着 头发是我塞进去的 但是头发上的皮肉组织并不是王群的 或者是说只有一部分是他的 什么意思 在去杀王群之前 我已经做好了周密计划和细致的准备 除了乔装打扮之外 我还随身带一样东西 什么 深度冰冻过的肉 我知道了 有了徐瑞的提示之后 我瞬间就明白过来了 那块肉在冰冻之前 你曾经将头发植入其中 所以就造成了头发再生长在肉中的假象 是的 等一下 话又被苏莫打断了 他透着不解说道 有一点我没弄明白 既然头发是被植入冰冻过的肉里面 那为什么你的检视报告 会说皮肉组织是属于王群的 你听我解释 我看了苏莫一眼 又将目光落在徐瑞的脸上 说道 经过深层冰冻的肉 不仅十分坚硬 更是会对人体产生吸附效果 这就是你的目的 吸附 什么意思 涉及到这些 苏莫又迷糊了 苏对 我不知道你在小时候的冬天 有没有尝试过用舌头舔暴露在室外的铁制品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曾经尝试过 那你就会明白 在温度极低的情况下 如果将舌头凑到铁制品上面之后 就会粘在上面 这个时候 如果用力挣脱的话 完全能将舌头扯下一层皮来 你的意思是说 徐瑞用深度冰冻过的肉 塞进王群的喉咙里面 然后就彼此粘在一起 在大力撕扯之下 将喉咙的皮肉组织给粘下来 以至于混淆了我们的视线 苏莫总算明白过来了 是的 我点点头 当时我们发现王群死之后 我曾经用了很大力气 才将那团头发拽出来 当时上面粘连着 王群的皮肉组织 所以我才是以为 头发再生了 话说到此 我想起了在解剖室中的一个细节 于是就为徐瑞 我记得从王群口中扯出的头发 在送回警局之后 一直都是紧泡在福尔玛林液之中的 当时省厅的刘法基 跟我要皮肉组织做DNA检测 可就在我想要去捞取的时候 被你阻止了 随后你将手伸进福尔玛林液中 将其捞了出来 切除掉一份之后 将剩下的扔进垃圾桶 当时我总觉得你的行为有些不正常 但并没有往深处想 现在回想起来 你之所以那样做 其实是怕我发现其中的猫腻吧 是啊 经过深度冰冻的肉 塞进王群的喉咙之中以后 让它窒息死亡的同时 也从喉咙上连下一些皮肉组织 但是当时这种粘连 只是暂时的 只要浅泡在液体之中 一段时间就会分散开 那样就会暴露破绽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阻止你 绝不能让你发现其中的问题 这么说 你之所以没有亲自 将那些皮肉组织送到省厅 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帮我做尸检 而是为了留下来盯着我 怕我将垃圾桶那些再减实起来 现在一切都明白了 不错 徐瑞很痛快地承认到 当时我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因为跟风哥你共事半年的时间 我深深了解你的性格 绝对不会在你的面前出现任何纰漏 而且当时我还趁机转移了话题 让你去看一眼留云他们的尸体 只有分散了你的注意力 我才能真正放心下来 懂了 我全懂了 我长呼一口气 苦笑着说道 我记得在尸检的过程中 我曾经对于受害人之前遭受的苦难 进行过猜测性描述 说他们是如何被铁丝捆束在身体的 是如何被切掉头皮的 当时的你曾经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 甚至因为大力打击解剖台 导致了手的受伤 那时候我以为你是同情他们的遭遇 现在想想其实并不是这样 真正让你愤怒的原因是杨婷 提到了杨婷 徐瑞的脸色又黯淡了几分 虽然那时候我已经杀死了王群和马向阳 不过想到杨婷被他们迫害的景象 我还是没办法平静 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再去想也只会让你徒增悲痛 还是回到暗情之中来吧 你杀死王群之后 又是怎么在忠目睽睽之下逃脱的呢 苏默适时地将话题引了回来 判罪者第62章 防范有加 徐瑞进入房间的时候 很巧妙地坐在乔庄 而在苏默他们调查过程中 更是没有注意到 医护人员数量这个盲点 以至于始终没有弄清楚 他是怎么进入房间的 如今通过公诉 这个问题真相大白了 那么他是怎么逃脱 又是成了疑问 毕竟案发之后进入过房间的医生 都会被警方短暂地控制起来 利用时间差 徐瑞做出了回应 时间差 是的 时间差 徐瑞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当我将王群杀死之后 我就躲在病床下面 当医护人员例行查房的时候 就会发现王群死在卫生间 那么他们第一时间会做什么 当然是通知外面的同事了 苏默回答 对 徐瑞点点头 医院的卫生间 是在病房最里面的西南角 相对来说 病床距离门口更近一些 当那些医护人员发现王群死亡的时候 在有人通知外面警察的同时 也一定会有人做进一步的死亡确认的 嗯 王群杀坐在医院的卫生间 可以说 每个曾经会诊过的医生 都不愿意看到他出事 而且 每种职业都会有本能的职业习惯 对于医生来说 就是确认病人是否还活着 我是医生 我懂得他们的心理 无论他们谁去报警 谁去确认王群的死亡 有一点都是不争的事实 那就是 这个时候的病房中 已经会乱作一团 对不对 徐瑞问着 当然 被警方重点关注的病人 莫名其妙的死了 要是不乱才怪 之前我一直都藏在病床下面 当那些医护人员兵分两路的时候 我就从床底下爬出来 站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徐瑞眼中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确切的说 是站在靠门那里吧 或者是最容易逃走的位置 苏默问着 不错 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 是因为我知道 守在外面的警察进入病房之后 首要的就会问医护人员 王群是不是死亡了 当他们确定了王群死亡之后 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查找嫌疑犯 到时候进入病房的每个人都会接受审问 我当然不能给他们那样的机会 当其中一名医生 喊着护士去通知医院领导的时候 我就与之一起出了病房 说完 徐瑞还对自己说的话做了总结 这就是说我所说的时间差 假设当时我没有尽快离开病房 那么可能已经暴露出马脚 当然还有你们的疏忽 的确是我们疏忽了 苏默叹了口气 当时我们一门心思的想要将嫌疑犯给找出来 但却忽略了你会化妆成医生 既然没有想到这一点 你跟那名护士走出病房 我们也就不会注意了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苏默多少有些失落的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原本可以在第一时间将徐瑞给抓捕的 但却因为忽略的细节 是只轻而易举的从眼皮底下逃脱了 不对 苏默在说出那些话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分析着徐瑞所说的那些话 而且这也是让我其中发现了一个说不通的地方 徐瑞 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我让带两名检验科的同事去我宿舍 看看有没有陌生人去过的痕迹 既然是这样 你又怎么具备作案时间的 你总不能具备分身术吧 风哥 你似乎忘了一句话 什么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你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去我的宿舍 是啊 其实你不妨站在我的角度去想一下 我的心思全都在怎么杀死王群上面 怎么可能因为你遭遇了一些类似幻觉的事情 而浪费掉宝贵的时间呢 哎 听完这句话我颇为无奈的摇了摇头 看来我是太轻信你了 你错了风哥 怎么错了 你并不是轻信了我 而是轻信了你自己的眼睛 徐瑞说道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你还在医院的时候 我就给你打了电话 说说解剖室出事了 然后你回来之后 我正好在警察局门口等你 对不对 对 我点点头 但你为什么说我轻信自己的眼睛了呢 我先问你个问题 徐瑞慢条思理的说着 你问 假如换作你的话 当你发现解剖室出现问题之后 你会怎么做 我 我想了一下说道 如果换作我的话 大概是留在解剖室的门口 守住现场吧 我明白了 回答徐瑞的问题同时 我也在思索着 他问我这些问题的目的 想了半天 终于回过味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时候 你是刚刚回到局里吧 或者是说 你在那时候压根就没有回到解剖室 不 你错了 徐瑞推翻了我的猜测 如果我没有回到解剖室的话 怎么知道那块头皮失踪了呢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愈发不听不懂了 是这样的 就会全速赶往医院 而且你们不要忘了 往往在办理大案 要案的时候 我们警方会动用一些特权的 最常见的就是 不遵守交通规则 比如 逆行 闯红灯等等 基于以上两点 你们赶往医院的时间 要比正常情况快得多 但是我不同 我在离开医院之后 不仅要卸去自己的一些行头 更不能急匆匆的从医院门口打车 因为这些细节 很有可能让我暴露 当然 当我远离医院 打上出租车之后 的确是可以催促着自己快一点 但我还是要多加省慎 不能让司机直接将我送到警局门口 你考虑的很周全 这么来说的话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实际上还没回到警局 是的 我之所以给你打电话 告诉你省厅那边检验结果只是七次 更重要的是 我想知道你那边的情况 或者来确认你什么时候回来 既然是这样 那你怎么知道头皮不见的 既然徐瑞没有回到解剖室 那他怎么知道头皮不见了 这本身就充满了矛盾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已经拎着很长相望回赶了 而当时我还在回警局的路上 由于那个时候我已经下出租车了 奔行直下七喘叙叙中 为了解除你的怀疑 我必须要为我的喘息找个借口 于是我就说解剖室的头皮丢失了 因为那块头皮很有可能就是解开这个案件的关键 它的丢失足以掩饰我的慌乱和紧张 在确认你就要快到警局的时候 我急匆匆的冲到了解剖室 想要坚守自盗 将那块头皮给藏匿起来 可我没想到真的被我给严重了 那块头皮真的不见了 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性还是不性 但不可否认的一点 偷皮的丢失将我无法把握的不稳定因素给消除了 并且成功的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你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防范我 我真的没想到在徐瑞的设计这个局中 我所占的分量也有这么大 当然徐瑞望着我沉默了一会儿道 风哥如果人真的有下辈子 我还愿意做你的助手 徐瑞还是告诉我原因吧 他的话是不是对我恭维 我不想去分辨 我现在只想知道徐瑞为什么如此防范我 因为你的认真 在我倍感费解的时候 徐瑞给了我答案 在场所有人当中 我跟你接触时间最长 所以我也最了解你 在工作中 你是一个十分认真负责的人 就像在结案之后 又重新调查此案一样 所有的一点都是你提出来的 而且你也在一直坚持着 事实证明 最终你的确找出了凶手 将目标锁定了我 也就是说 你设计这个局开始 所算计的就不仅仅是 马向阳和王群 还有我 我感觉额头上已经浸出了冷汗 那个时候杨婷还没有离开 我必须保证这个结局是完美的 绝对不能出丝毫了破绽 徐瑞继续证实着我的猜测 当然 苏对他们那里 我也担心 不过 他们的走访调查 以及案情梳理 毕竟更多时候是面对的活人 只要我能做出自己不在场的证明 那就不会被怀疑 可你不同 你是法医 常年跟尸体打交道 我们都知道尸体是不会骗人的 而且你还传承了苏老的那份固执和认真 所以我必须要对你多加提访 判罪者 第六十三章 以假乱真 想路非非播讲 从井三年 我见识过很多犯罪嫌疑人 也碰到过很多不可思议的案子 可从开始就将办案人给算计到其中的 还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徐瑞对于案情的公诉 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我的内心的时候 也让我发出了无奈的叹息 当一个人被仇恨蒙蔽了理智的时候 真的是会化身成为一头魔鬼 这一点 徐瑞用实际行动做了诠释 马向阳的死 你做了详细解答 王群的死也给我们讲述了作案过程 那么接下来就是朱强了 如果说前两个人的死亡充满了诡异的话 那么朱强的死完全可以成为离奇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先将看守所监控录像那里看到的一切叙述了一遍 因为这些东西我只是跟苏默谈起过 即便是他转述给雷大炮以及马蕾 也远不如我说的更具有画面感 果不其然 当我将一切叙述完毕之后 无论是雷大炮还是马蕾 此时都露出了极其凝重的神色 当然那凝重之中也掺杂着强烈的好奇与期待 风哥 你以为朱强的死是最离奇的 徐瑞突然问了这样一句话 难道不是 我狐疑的问 我在拘押朱强的房间马桶里面 看到了一些红色液体 那看起来是鲜血 靠近墙脚的床腿上 更是有沾有鲜血的小手印 而且我还在地上发现了一根头发 经过检测 它是属于流云的 还有 朱强在临死之前 曾经躲在被子里面瑟瑟发抖 好半天 随后猛地从床上跳起来 两天大吼一声摔倒在地上 握在他的嘴里 看到一丝漆黑的东西 那应该就是头发 根据监控显示 从王群进入房间之后 没有任何人曾经进去过 那么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杀死的他 在我看来 朱强的死比王群和马向阳要诡异的多 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能给你解答 徐瑞看了我一眼 随后便低下头去 从审讯开始 徐瑞就一直显得很配合 此时突然出现了抗拒 让我们几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面面相去之间 都露出了极为疑惑的神色 最终还是雷大炮发了话 徐瑞 你之前交代的那些 已足够判你死刑 所以你隐瞒也没有任何意义 倒不如念在同僚一场 将一切做个坦白吧 雷菊 苏队 马队 风哥 徐瑞挨个将我们喊了一遍 随后说道 我知道自己犯下的罪孽 更知道我是罪不可恕 可正是因为这样 我现在才不想说 为什么 我问徐瑞 因为 当我将一切坦白之后 我就要被烧压起来了 但现在 我还想出去走走 徐瑞说到最后的时候 眼睛里 木然蹦出了解脱的神色 这种神色的流露 让我明白了徐瑞的想法 所以 直接对雷大炮说 雷菊 让他去吧 我想 当他回来之后 就会将最后的问题 交代清楚的 这个 雷大炮露出了蓝色 显然有些顾虑 其实 我能体会到他的苦衷 徐瑞交代的这些 完全可以判处死刑了 没有必要答应他的条件 去冒险 只要将他收押起来 我们有一百种方法 能让他开口 况且 听完徐瑞的公述之后 我们 都有很默契的 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 徐瑞这个人 太可怕了 绝对不能给他任何机会 否则 很可能闹出无法收拾的乱子 雷菊 我跟方四他们一起去 苏默站在了我这边 我也去 马雷也对我做出声援 算了 看到我们都应允了 徐瑞提出的条件 雷大炮摆摆手 对着徐瑞说道 还是那句话 我们共事半年 从你入职第一天 我就没有搏待你 所以 你也不能辜负我 雷菊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 动任何逃走的心思 我只是想出去走走 徐瑞做完保证之后 就叹了口气 哎 因为过了今天 我就再也没有机会 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这种低音 让我心里十分凄苦 看来徐瑞 并不是完全丧失了理智 并没有完全泯灭人性 不然 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流露出对生活的留恋呢 如果非要究析犯罪的原因 我想 就是因为他太爱杨婷了 我跟你们一起去 不是有句话说 有时有钟吗 雷大炮的话 将我拉回了过来 随后 我看到他将警服脱了下来 走出会议室 显然是去换便装了 我们也走吧 徐瑞率先走到了门口 深秋 是一个充满伤感的季节 当秋风吹着五角叶 在半空中翻卷的时候 更是让这偌大的城市上空 弥漫起来一种 潇涩的凄凉 徐瑞望着车窗外 沉默不语 包括开车的马蕾 坐在副驾驶的肤墨 以及拖着腮帮子的雷大炮 此时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当中 让这辆原本空间宽敞的越野车 变得那么压抑和拥挤 我想去协和医院看看 车开出了很远 徐瑞才轻轻说了一句话 当车停在协和医院门口的时候 徐瑞轻轻地摇下车窗 随后我看到他的脸一直阴郁着 浮现出了淡淡的柔和及笑容 或许他是在回忆从前吧 回忆初次和杨婷相见的场景 回忆着那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女孩 我在想 如果我能执掌着命运 当初一定不会选择让他们相识 虽说他们曾经收获过甜蜜 也曾经真切地得到彼此 但最终却不得不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 与其这样 倒不如当初相遇的时候 相视一笑 随后将那场邂逅 遗忘在秋风之中 他们谁都不曾走进彼此的生命之中 那就是最好的相遇 既是相识又何必相知 既是相知又何必相爱 接下来我要去孔雀河 巴里桥 老山胡同 在协和医院的门口 多了短暂的情留之后 徐瑞一口气说了十几个地名 出于对苏强死亡真相的交换条件 雷大炮毫不犹豫的全部答应下来 将所有的地方都转变之后 已经是暮色沉沉了 原本我们打算吃些东西的 但被徐瑞拒绝了 他坚持让我们买了一些熟食 随后说出了一个地址 当我们驱车来到这里的时候 发现已经是郊区 因为位置比较偏远 加上大多数年轻人都去市里买房 所以这里显得很萧条 华灯初上 正是市区夜生活的开始 这里却已经闭门所护 格外冷清起来 低矮的门被推开 徐瑞带着我们 一步步走进了一间 黑暗的屋子里面 当他打开灯的时候 我们都不由自主地 抬起手折挡了一下 等眼睛适应了光线之后 才仔细地打亮起来 黑暗或许能够迷惑感官 但只要我们坚持寻找 哪怕一个灯泡 一只火码 甚至一只火柴 都能够将其蓄散 让一切还原本来的面目 徐瑞冷不定说出这样一句话 让我们都是恶然了愣了一下 当我们转头朝向他看的时候 才发现 他并不是在跟我们说话 而是望着那张床 在发呆 床摆在这间四五十平米的屋子东南角 上面有着两张被子 显然曾经居住在这里的并不仅仅是徐瑞 从他透着怀念的目光之中 能窥探出来 曾经跟他相依同眠的 很可能就是阳厅 这间屋子不大 但生活起居品 却一应俱全 虽说看起来要简陋一些 不过 在明黄的灯光下 蒸腾着温暖的氛围 当然 如果这里有着女主人的话 会更加温馨 我去拿碗筷 徐瑞回过神 想着就要出门 咳咳咳 雷大炮始终绷着一根弦 这时咳嗽了一声 我去找 马蕾西领神会走出了房门 很快端着碗筷反了回来 先吃饭吧 徐瑞示意我们坐下 吃吧 雷大炮是个不点都能自然的炮长 所以我们谁也不敢先落座 一直到他坐下之后 自己从茶几上拿起酒杯倒了杯酒 我们才依次坐了下来 徐瑞 现在我忍不住想问问关于朱强的事情 风哥 食不言寝不语 吃完饭 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徐瑞说完 慢条思理的咀嚼起来 这顿饭吃得很慢 而且吃得无比压抑 只有雷大炮 不是品酒 就是扎嘴的声音不断回旋着 除此之外 就是我们的咀嚼声 简直让我如坐针战 终于所有人都放下了碗筷 徐瑞在第一时间兑现了他的承诺 起身说道 你们跟我来吧 门灯此时已经打开了 走到西面墙根的时候 我才发现徐瑞掀起了一块石板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我们此时站立的下面 应该是个地窖 徐瑞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默问他 你们不是想要答案吗 下去之后就全明白了 徐瑞把话说得不疾不徐 地窖当中有什么 我们谁都不清楚 是不是有着危险 也是未知之事 不过既然都走到了这一步 那只能选择下去 毕竟是查出真相的唯一途径 地窖中是有着灯光的 能够看到下面是安全的 而且我实在无法抑制心中的疑惑 于是在苏默说了声小心之后 我就第一个顺着梯子爬了下去 怎么会这样 当我双脚落在地上 双目环视过整座地窖的时候 我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后背更是瞬间泛起了一股子寒意 与此同时 我也彻底明白了 徐瑞为什么带我们来这里了 因为这里真的藏着 猪墙死亡的真相 方子你怎么了 没事吗 听到我的惊呼声 上面的苏默朝我喊了一句 徐瑞怎么回事 雷大炮的声音也严厉起来 我没事 回过神之后 我示意他们不要担心我 随后略选经济地说道 你们都下来吧 下来之后就会知道猪墙死亡的真相了 徐瑞没有骗我们 确认我没有发生意外之后 他们几个人先后到了地窖当中 跟我刚刚进来时候一样 马蕾在看到这个地窖全貌之后 也是忍不住大吃了一惊 怎么可能 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一惊一乍的 雷大炮脸色阴沉了下来 是啊 这里不就是摆着一张床 还有一个马桶吗 无非就是说有人在地窖中住过 这有什么奇怪的 苏默也是很困惑 雷菊 苏对 这间地窖本身没什么奇怪的 如果你们去过去年翻新过的看守所 就不这样想了 马蕾说着看了我们一眼 虽然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什么意思 说明白点 苏默追问着 我来说吧 我将话揭露过去之后 苦笑了一声 真正让我和马哥吃惊的 是这座地窖的格局以及摆设 几乎跟收押珠墙的那家房一模一样 我在刚进来的时候 甚至有种回到看守所之中的错觉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里更加潮湿 从水泥的颜色以及空气中的湿度来看 这座地窖显然是刚刚完工的 除此之外 再也找不到丝毫的差别了 真的 雷大豹和苏默异口同声地问道 真的 马蕾点点头 收押珠墙的房间我曾经去过 基本跟这个地窖没什么两样 就连墙壁上的水泥毛刺 以及摄像头安装的位置都分毫不差 这说明了什么 苏默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这说明我们在看守所监控里 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 我长叹了一口气 说句几点 雷大炮点了一根烟 好 我点点头看了徐瑞一眼 随后说道 当时我在看守所看到监控录像之后 曾经问过刘长和 在朱强收押之前 那个房间是不是有人进去过 当时我以为 有人以某种高明的手段 留下了六发朱强死亡的东西 但刘长和去说 除了前两前更换马桶之外 没有任何人进来过 既然没有人进来过 为什么会出现小雪手印呢 为什么马桶之中会有血色的液体 为什么在朱强死亡的位置 会出现一根属于流云的头发 当时我死活都想不明白 但是现在我懂了 为什么 苏默问我 因为我所看到的那盘监控录像带 根本就不是在看守所那个监控所录的 而是用这个记录下来的 说着 我朝着头顶的摄像头指了指 你是说 你所看到的一切 其实都是徐瑞在这个地窖中录制出来的 苏默总算是转过了弯 徐瑞 我没有说错吧 我没有回答苏默的问题 而是转向了徐瑞 是的 徐瑞点点头 随后饶有兴致的望着我 风哥 既然你看到这个地窖的第一时间 就猜到了真相 那么你能不能尝试着还原一下我的作案过程 当然可以 工作之余 我最喜欢翻阅的就是推理性的卷宗 这不仅能够拓展我的思维 更是对我的工作颇有帮助 所以我没有拒绝徐瑞 直接做出了推测 首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你如实回答我 知无不言 徐瑞点点头 刘长和说 在收押珠墙的前两天 那间收押室曾经换过马桶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其中一名工人就是你吧 在进入地窖之前 我不会做出这样的猜想 可现在我基本上能够确定了 是我 徐瑞承认了以后 又问我 那你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因为你需要去查看那收押室的格局 从而复制出一模一样的 就像我们在此时所占的地窖一样 我极为笃定的说道 正确 继续吧 好的 在你进入看守所 查看那个收押室之前 朱强还没有被抓 我想这并不是因为他具备反侦查的能力 而是因为你在暗中帮助他 是的 而且你在帮助朱强的最初 他是不相信你的 对不对 对 等等 徐瑞刚点头 话就被苏默给打断了 随后他问我 你怎么知道朱强不相信徐瑞的 既然不相信他 为什么要配合徐瑞在这里录制监工录像 苏队 你先别着急 听我慢慢说 我从认识苏默开始 他就是个急性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点都没有变 所以我只能安抚他一句 解释道 马向阳的死亡 原本我们是打算低压处理的 但是因为从花园之中 挖掘出了那么多尸体 所以没有办法隐瞒了 而且挖出的那些尸体之后 是在案发的第二天 那个时候 徐瑞正计划着怎么杀死王群 所以他没有时间去找朱强 换句话说 那个时间段 在这起案子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朱强正一个人承担那种恐慌 话说到此 我盯住了苏默的眼睛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那个时候突然有人上门说要帮助你 你的反应是什么 是直接相信他 还是会揣测对方的动机 当然是后者 苏默毫不犹豫地说道 这就是了 那他又是怎么打消疑虑的呢 我暂时只想到了两点 我重新面向徐瑞说道 第一是徐瑞的警察身份 只要亮出了警察身份 朱强才会真正相信他 至于第二 就是交换 交换 马雷也问了一句 是的 交换 我点点头 你们想想看 在马向阳和王群都死亡之后 朱强是一定提心吊胆的 这个时候 一名警察突然找上门 对于他的处境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他的本能反应 会猜测是不是来抓他的 但是徐瑞没有那样的心思 所以就说出了会帮助朱强 逃脱警方的抓捕 但是作为交换 朱强必须把他跟马向阳 以及王群相互勾结的证据交出来 不 你这样说是不合理的 苏默对我的话提出了质疑 如果马向阳和王群仅仅是被抓捕了 要那些证据或许还有用 毕竟是有冲突的证据链来将他们定罪 但是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死了 况且还是徐瑞杀死的 那他要那些证据有什么用 而且通过徐瑞的供述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几乎将这个局设计到完美的地步 既然当时他如此小声谨慎 又为什么冒着风险去跟朱强做交易呢 换作一般的犯罪嫌疑人 或许不会跟朱强做交易 可徐瑞一定会去的 对于这一点 我不会丝毫怀疑 说说你的理由 雷大炮也忍不住了 因为我们都低估了徐瑞对杨婷的感情 看到徐瑞依旧保持着沉默 我继续说道 我们常说 喜欢一个人就要包容对方的一切 但在这个同时 还有一点是恋人彼此间会做的 那就是了解对方的过去 当然 当今社会的大环境下 很多人去了解对方的过去 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爱这个人 而是为了去弄清楚对方 有没有什么地方在欺骗自己 是不是值得托付终身 等等负面的东西 但是徐瑞不同 他想要了解的是杨婷的所有 是为了窥探 当初杨婷到底遭受了多少磨闷 从而在以后的生活中 能对症下药 给他更好的爱和呵护 当然 在我猜测中还有一点 但我不能确定 徐瑞跟朱强的交易中 有没有播放这一点 说说看 徐瑞终于做出了回应 你更想通过跟朱强的接触 去查证他到底有没有犯下 如同马向阳那样的罪恶 如果有的话 朱强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亡 可如果没有的话 你真的能保住他一条命 我的话说完之后 徐瑞没有直接回答我 而苏默他们三个人 也陷入了短暂的屋檐当中 而且每个人的眉头 都是皱着的 显然在做着沉思 至于他们思索的东西 不用去问 我心里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判罪者 第六十五章 多此一举 从我们审讯徐瑞开始 他在我们的眼中 一直都是一个心里变态 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能把杀人当作乐趣的人 显然早已应泯灭了良知 但刚才我所说的那句话 显然是颠覆了这种认知 所以才会引起他们的沉思 在思索 我是不是判断错误的同时 他们也在扪心自问着 是不是在看待徐瑞的时候 戴了有色眼镜 但是朱强并没有把握住 这次机会 最终徐瑞用这样的一句话 打破了沉默 徐瑞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不过答案已经显耳易见了 我所看重的是 当时他真的动过那样的心思 从心里真的曾经 想给过朱强一次机会 这说明他还没有到 不可救药的地步 只不过朱强的所作所为 虽不及马向阳他们那般 人神共愤 但也是灭绝人性的 于是最终徐瑞还是选择了亲自审判他 而不是去救赎 通过你的软硬监视 朱强答应了你的配合 而你在通过与朱强交谈的过程中 也得知了他的致命弱点 正是利用这个弱点 你最终杀死了他 什么弱点 徐瑞问我 但小 我毫不犹豫的说道 说说你的理由 第一 从立场上来说 你们的身份是对立的 你是警察 他是犯罪嫌疑人 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你的提议 只能说明他很怕死 想抓住你这根救命稻草 第二 这起案子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朱强没有第一时间选择逃走 而是藏匿在自己的家里 这说明他不仅怕死 而且还是个没主见的人 第三 你三言两语就说服他跟你做交易 说明他极其希望用你的警察身份作为庇护 而且如果我所猜测不错的话 他在接下来对你是言听计从的 当我的话说完之后 徐瑞忍不住笑了两声 随后对我说道 风哥 你说我适合去调行针一线工作 我看你比我更合适 你所推断的一线完全正确 我之所以去找朱强 就是出于你上述的两点 一来是通过他的嘴去了解杨婷的过去 二来就是看看他在这起案件中 暴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的确是杀了马向阳和王群 但是那因为他们该死 可倘若朱强罪不至死的话 我是不会对他动手的 可事实我不得不送他去黄泉路 我知道 徐瑞在犯下罪行甚至公述的过程当中 都表现出他变态的一面 但那更多是因为马向阳和王群 触犯了他的底线 但凡有转环的余地 我想他都不会过多造孽的 毕竟徐瑞这种扭曲的性格 是小时候不幸造成的 换个角度去说 徐瑞的内心是相当痛恶犯罪的 哪怕是有一丝的可能 他也不希望成为自己所讨厌的那种人 你跟朱强达成了交易 他为了活命 所以他对你的话言听递从 但不知道的是 当你了解他做过的事情之后 早已经对他动了杀机 对 徐瑞公认不会 等一下 我有个问题先要搞清楚 苏默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随后问道 徐瑞 我记得之前你说过 之所以弄出来那些 看似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其目的就是为了给马向阳和王群 施加压力 并非是为了分散我们的视线 是不是 既然如此 你对朱强动了杀心之后 为什么还要如法炮制 将他的死亡营造成灵异事件呢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答 此时此刻 我已经洞悉了徐瑞的犯罪心理 于是就直接说道 有句话叫做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徐瑞最初的确是为了算计马向阳和王群 但是当案发之后 随着我的检师报告 他发现原来贼马向阳以及王群 造成莫大的心理恐慌同时 似乎也成功地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说是意外之喜也好 说是无心所获也罢 总之 他所设计的一切 成功地将他推到了我们的视线之外 而且越推越远 因此 他索性就按照这条路走了下去 他像朱强的死也造成了 看似非人为的假象 从而彻底从这起案件中脱身出来 毕竟那个时候杨婷还活着 他必须保证自己不会落网 风格说的没错 我之所以大费周章的杀死朱强 完全是源于那份尺检报告 他给了我一个指引 让我想如何洗脱自己的嫌疑同时 也继续混淆你们的视听 徐瑞的话 坐实了我的推测 所以你就弄出了这个房间 更是让朱强配合你录制了监控录像 从而营造出科学无法解释的事件 苏默做出总绝之后说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朱强 一定会关押在这个房间的 还有 你是怎么将那块录像偷偷给调换的 这些你一个人做不到吧 其实并不难 徐瑞回忆了一下说道 我们都知道这起案子 无论是部里还是省厅 都是十分重视的 所以每个牵涉器中的嫌疑人 都会给予最高规格的拘押待遇 我从警的这半年时间里 曾布置一次被派到看守所 对拘押重犯进行体检 所以我很清楚 唯一带有摄像头的拘押是 对看守所意味着什么 一定是拘押重案嫌疑人的 你这样说的确能够解释 拘押室的问题 那么录像带呢 是跟谁相互勾结 在看守所里面动了手脚呢 苏默继续追问着 没有人 只有我自己 你自己 苏默吃惊的语气 也表达出了我们几个人的费解 是的 是我自己 在案发之后 你们首要排查的就是马向阳的人际关系 那个时候 朱强还没有浮出水面 你们后来之所以结案 也是完全根据王群的那本笔记本 但是 你们不要忽略了 我在杀死王群之前 就已经知道朱强这个人 所以 我完全有时间 赶在你们之前找到朱强 跟他达成一笔死亡交易 而就在你们得知朱强 也是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我就去了看守所 以朱强身体不适 需要检查拘押环境为由 进入到了那间拘押室中 简单的检查之后 我对看守所那边说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朱强这个人 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 所以 陈旧的马桶气味 可能对他的身体不健康 于是提出了更换 你不光心思缜密 而且还具备一般人 所不具备的胆识 如果看守所方面 打电话给市局 核实情况的话 那么 你当场就会露出马脚 可你明知道这样 还是去做了 这一点 我不得不佩服 苏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有些咬牙切指的 因为从始至终 他们的查案 都在被徐瑞牵着鼻子走 这显然是他无法接受的 说对 你错了 这里根本就没有如果 而且我也确定 看守所是不会跟市局核实的 徐瑞笑了笑 你就这么肯定 苏默身心有些发冷 当然 看守所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收押犯人 出现意外 我所说的一切 在他们看来 都是出于对拘押案犯的安全考量 换个角度来说 其实在帮助他们 他们感谢我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去怀疑我呢 我不知道你究竟看了多少 关于犯罪心理的书 不过 我必须承认一点 那就是 你对于人的心思揣摩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将这一切都用到正道上 你将来的成就不可限量 苏默不得不接受被打败的事实 或许 人格有志吧 徐瑞唏嘘了一句 继续说道 在我提出要更换马桶的时候 看守所那边没有丝毫吃意 便答应了 随后 便是征求了我的意见 应该配配什么样的马桶 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当然不会错过 于是 我就假装打起了电话 并且说两个小时之后 就会有安装人员过来 到时候看守所方面放行就成了 于是你提出了告别 随后去卖卫浴的地方购置了马桶 并化妆成工人 再度返回到看守所里面 为的就是 将复制一间相同的拘压室 苏默说完之后 眼睛里又闪烁出思考的光芒 陈寅一下问道 之前你说化妆成为工人 是为了记下拘压室的格局 但刚才你又说安装马桶之前 进入到那个拘压室里面 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因为在那个时候 你完全可以将拘压室的格局记下来 何必由第二次返回那里 岂不是增加了你暴露的危险 不 错对 之所以案发之后 好几天你们都没有怀疑到我 并不仅仅是我营造出的案发现场 混淆了你们的视听 更是因为我足够谨慎小心 当时 看一眼收压室安全环境的时候 我的确是记住了大致格局 但是因为时间短 很多细致的地方 我并没有办法完全有把握 所以我必须再去一趟 当然 最关键的是 我要在那间收压室里面 留下送给朱强的东西 判罪者 第六十六章 瞒天过海 响路飞飞播讲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这本是一句褒义的话 或许在徐瑞身上不够贴切 但此时此刻 我也只能用这句话 诠释他的所作所为 真的是做到了心细如法 你接着说 没大炮 不喜欢卖关子的人 跟你们共事那么长时间 我很清楚你们每个人的行政业务水平 如果我不能够做到足够小心的话 迟早会被你们查出来 所以我必须再回到看搜索里面 在安装马桶的时候 我的视线把房间的每一处都做了捕捉 就连墙上的水泥毛刺 我也尽量做到还原 不然风哥 你不可能那么轻易被监控录像骗过去 你成功的欺骗了我的眼睛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这座地窖 打死我都不相信 你弄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房间 这句话是我发自肺腑的 你刚才说 你还在房间里给朱强留下了东西 是什么 一根足以致命的注射器 徐瑞又笑了 朱强被你骗了 我反应了过来 是的 我跟朱强达成的交易 是他将所知道的关于阳廷的一切告诉我 然后我想办法将他从看守所弄出来 从而逃脱法网 徐瑞 在我们没有找到马向阳的笔记的时候 朱强一直都没有浮出水面 而那个时候 你就跟他有了接触 那为什么不在交易之后 直接帮助他逃走呢 苏莫不放过任何细节 原因有两个 第一 虽然我们达成了交易 但朱强处于谨慎 并没有第一时间将关于阳廷的东西交给我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不会让他远离我的视线的 第二 倘若朱强真的罪不至死 但伪造病情报告也足以将其判刑 那样依旧会没有办法逃出头遇之灾的 但送进看守所就不同了 只要我们能够营造出死亡的假象 那就能够金蝉脱销远走高飞了 他相信你了 苏莫继续问 当时他走投无路了 除了相信我 没有别的选择 徐瑞笑了笑继续说道 当他答应我跟我交易之后 当我复制出一模一样的聚压室之后 我就在这座地窖当中 录制了风格在监控录像中里看到的一切 当时我的考虑只有一点 如果朱强真的没有伤害到阳廷 我一定会帮助他逃脱出去的 而想到逃脱最好的办法 就是延续之前那些看似科学无法解释的事件 于是 我让朱强配合我做出了那些假象 随后又告诉他 在聚压室的床垫子当中 我给他留下了一支注射器 那里面的东西不会要了他的病 但是会让他的生命陷入极力微弱的地步 处于假死状态 他只需要牢牢记住 在录像中所做的一切动作就行 比如夺步 比如钻到被子里瑟瑟发抖 又比如在注射之后 将注射器藏好的同时 从墙上跳跃起来 然后摔到地上就行 你的计划可以说是天机扶缝了 但有一点你忽略了 苏默说 什么 时间 苏默指了指手表 我们都知道 在看守所收押犯人的时候 是不会允许佩戴手表之类的东西的 而且在那种B种封闭的房间里面 普通人都会失去时间概念 那你怎么确定 两盘路线带的内容 不会出现时间偏差 苏默 你的问题问得很好 但其实你们忽略了一点 而不是我 因为我早就做了准备 徐瑞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什么准备 泡沫 徐瑞笑着说道 我在化妆城工人去安装马桶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我在收押室里面留下了一块泡沫 就是为了给朱强一个时间概念 既然你留下泡沫 为什么不直接留下一块手表呢 这岂不是更准 苏默有些不理解 不 手表是绝对不能留的 徐瑞摇摇头 首先 如果我留下手表的话 那么朱强必须要看表 而他一旦看表的话 就很可能被坐在监控室的人发现 将其没收 但泡沫不一样 他只需要将其藏在裤兜里 来回夺步的同时 一秒钟抠下一粒就行了 这样 既能估测大致的时间 也不至于会暴露 而且 你不要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一点 当一个人精神出于极度紧张的时候 是必须要找一个发泄的方式的 尤其是对于朱强来说 更有这种必要 那块泡沫虽然不起眼 可是通过抠鼠上面的颗粒 能够让朱强的精神稍微放松一些 不至于因为太过紧张 而先遇到失控当中 这是我选择泡沫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也就是说还有其他的原因了 是啊 我们常说百密一书 其实再缜密的局 都有可能因为细节露出破绽 朱强本就是一个胆子小的人 我可不敢保证 他在模仿事先录好的监控录像时 不会出错 万一他出错的话 那么就会被监控的人得知 从而去检查他身上东西 如果检查他的人是苏对 发现犯罪嫌疑人在抠泡沫的时候 怎么做 换成我 苏默稍稍想了一下说道 在收押犯人的时候 之所以将身上东西全都收走 其实最主要的考量就是 怕他想不开 而做出过激的举动来 比如自杀 如果当时换成我的话 发现朱强手中拿的是泡沫 大概不会将其索要过来 毕竟那东西无关紧要 没有办法对人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这就是了 我就是出于这点考量 所以才会对朱强留下一块泡沫 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就算是被发现 通常也是不会加以理会的 有了这块泡沫之后 朱强就有时间做出一个大致的估量 从两排录像带之间的时间 可以确定一个可控的范围 最后营造出假死的现象 假死亡并不是真死亡 难道你就不怕被查出来 苏默紧紧的追问着 不怕 徐瑞摇摇头 是不是因为你知道那时候 疯子已经去部里培训了 所以只要朱强出事 你就会作为法医跟进 就会拍到盘手所里面初步勘掌 到时候就能瞒天过海 将朱强带出盘手所 苏默分析着 我的确是对朱强这样说的 但我并没有那么做 而且我也知道那样是行不通的 毕竟我只是法医 并不是真正的医生 朱强一旦出现生命危险 怎么也轮不到我弟事先去检查 这样来说 那时候你已经动了对朱强的杀心 留在聚压室装垫子下面的注射器 其实就是致命药品 苏默一针见血毫不拖泥带水 是的 可是这跟你刚才讲的又有矛盾呢 既然朱强没有将关于杨廷的东西交给你 那你怎么知道他犯下的罪行足以判死刑呢 苏默质疑着 因为你们找到了王群的笔记 将案情做出了推进 徐瑞透着回忆说道 我记得就在我跟朱强刚刚录完这段录像带的时候 你们就找到了王群记载犯罪事实的笔记本 虽然那其中没有明述朱强的罪恶 但他犯下的罪行也是招人若揭的 他们前后杀死了11个人 头皮都被割了下来 而且那天我随马向阳他们去别墅的时候 朱强也去过那里 随后我看到杨廷头皮也被割下来了 根据这些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些受害者的头皮并非马向阳和王群哥的 而是身为医生的朱强 当我判断出这一点之后 你们觉得我还会让他活着吗 可笑的是 朱强到死之前 还以为我在帮他 却没有想到我亲手了结了他 仔细想想朱强也是挺可笑的 他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徐瑞的话 那你又是怎么偷偷换掉录像带的 想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就在朱强死亡之后 详细说说 朱强是马队送到看守所的 所以在出事的第一时间 看守所方面也是通知马队 那个时候 看守所的人就基本上确定朱强死亡了 所以马队就带着我一起赶了过去 当我们赶到的时候 看守所已经乱了一团 这能理解 毕竟那时候朱强是仅剩的犯对嫌疑人 他突然死亡 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苏莫示意 徐瑞继续说着 所以我就来了个浑水摸鱼 徐瑞笑笑说 我们赶到看守所的时候 马队因为着急弄清楚情况 所以直接就去了拘押室 而我则是抓住了那个空档 直接去了监控室 我想看守所的人应该很清楚 你并没有权利调取监控 苏莫继续反驳着 我的确是没有权利调取监控 但苏队你不要忘了 我是过来看检的法医 我只需要跟监控室的人说 想要观察一下朱祥林死前 有什么异常反应就行 他们是不能拒绝我这个要求的 判罪者第67章 孤注一掷 想路非非不讲 对于案情的了解越是深入 我就越觉得徐瑞更加可怕 他的犯罪手段不同于以往的那些凶手们 他似乎能够将所有的东西都给利用起来 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受害者 亦或是环境和设施 所有的东西都能成为他犯罪的助力 从而将一切不稳定的因素 把握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这一点是我前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 在想着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的身心也在被一阵阵的后怕情绪 所包围着 我在想 如果徐瑞没有主动投案 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充足的证据链 对他实施抓捕呢 答案或许是否定的 这是我极其不愿意承认的一点 可这就是事实 因为他设定的这个局实在是太高明了 远不是一般的犯罪嫌疑人能够做到的 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监控室里面当时有几个人 苏默继续着审讯室的提问 一个 徐瑞说 监控室里通常并不需要配备太多的警力 况且当时朱祥已经死了 大多数人已经钻落一团 而且你们都知道 怪鸭在开手锁里面的好几个鸟 他们巴不得出乱子的 所以需要分散警力去维持秩序 种种的因素结合到一起 就促成了我偷梁换柱的有利条件 监控室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换掉监控 对于你来说的确不是什么难的事情 但是我的疑惑是录像带你能够换掉 那么上面显示的时间你怎么换 苏默继续问着 难道你真的有把握保障录制的监控录像 和开手锁里面的时间达到一致 或者说你能够控制马对他们将猪强收押到开手锁的时间 不能 徐瑞很直接的摇了摇头 在我的计划当中几乎所有的环节都是可控的 唯独这一点我做不到 毕竟什么都有可能对人出现欺骗 唯独时间不能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一点 那你是怎么做到不被察觉的 赌 赌 苏默愣了一下 对 就是赌 徐瑞解释道 其实在伪造监控录像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们已经从王群那里得知了朱强存在 所以 所以会饥渴把他实施抓捕 而且根据司法程序来说 通常犯罪嫌疑人被拘捕之后 都是会带回局里来审讯的 只有具备了证实其犯罪的证据链之后 才会从局里面转到看守所里面 是啊 我想这也是你最头疼的问题 因为你虽然能够确定朱强 一定会被拘押到看守所 但不能把我准确的时间 那你到底怎么赌呢 苏默追着问 当时 我的确是发的难 因为时间这东西 你算计也没有用 它是不会骗人的 当时 我将这起案子从头捋了一遍之后 我知道了入手点 什么 结案 结案 苏默愣了一下 对 就是结案 徐瑞眼中透了一种冒险的光芒 明明嘴说道 这起案子轰动性如此之大 所以结案之后 部里面一定会通知各省厅的 事实也是如此 而且白局长还专门召开了清工会 但是 朱强是在结案之后抓捕的 所以 我断定局里是不会对他突击审讯的 而是先把他收押起来 等到这案子冷却之后再进行审讯 你怎么能判断会是这样的结果 雷大炮这时候忍不住问了一句 因为维稳 徐瑞丝毫没有犹豫的回答 朱强是本案中最重要的嫌疑人之一 如果结案之后对他审讯 一旦传出去 就等同于告诉世人 局里没有按照张成办事 结果有待商榷的 当然 这些事情只要低调进行 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可谁又能保障 不会传到其他的同事耳朵里 那样一来 闹出了天大的笑话了 犯罪嫌疑人没有抓捕归案 也就是意味着 案子并没有审查清楚 可饶是如此 局里还是做出了结案的决定 那在其他同僚们看来 不过是单纯的邀功罢了 如此一来 这起案子不仅不会被通报表扬 我们局甚至省厅都会被通报批评 到时候可就不光是整个公安系统内丢脸那么简单了 一旦深究起来 就是重大的独职罪 那样的后果 是所有主管这起案子的负责人 都要接受审查 搞不好 有些人的乌刷帽也就不保了 所以 我可以肯定 你们在把朱强抓到之后 第一时间送到看守所里面 这个问题是雷大炮问的 而且徐瑞的回答 是那么不留情面 这让雷大炮的脸色 变得相当难看起来 不过 他并没有就此发作 责问徐瑞 他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颇为无奈的说道 哎 我可以以我的人格保证 我之所以同意对朱强进行暂缓审讯 完全是出于对案件影响所考量的 这么大一起案子 死了这么多人 全城的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 好不容易顺利结案 安抚了人心 我是绝对不允许恐慌 再度蔓延的 说完 雷大炮眼中透出了一些失落 至于其他的主管领导怎么想的 我也不会去揣渡 不过 我相信他们跟我一样 做出这样的决定 都是从大局考虑的 我相信雷局 其实 不光是徐瑞 在我的心里 也不会对雷大炮这番话 产生丝毫的质疑 我在他手下冲荒陷阵三年了 深深了解他的为人 具备 真正刚知不阿的品性 你继续说吧 雷大炮转过了身 当得知你们结案之后 我在伪造监控录像的时候 就堵了一把 将时间调整到了第二天下午 同时 我也告知了朱强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 跟马队他们周旋到下午 或许是幸运女神眷顾我吧 总之 这一把我堵赢了 朱强被收押的时间 就是第二天下午 虽然时间上有些出入 不过 足可以糊弄过去了 毕竟监控室里面的人 注意力都在监控画面上 没有人会去注意时间 运气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你将一切都算计到了这种地步 没有道理会输在这个环节 我感叹了一句 朱强死了 本着低压处理的原则 所以直接送到了火葬场之中 当我从看守所得到了那一切的时候 我跟苏队一起赶了过去 并且遭遇了诡异的现象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当时你就在火葬场里面吧 虽然我在宿舍的经历 以及解剖室里面的头皮不翼而飞 徐瑞给不出解释 但我相信火葬场的一切 是他搞出来的 果不其然 我的话音刚落 徐瑞就点了点头 火葬场之中的一切 确实是我搞出来的 因为我不想你去查看朱强的尸体 那很可能 让你会查到朱强死亡的原因 以你的心思 完全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 但为什么会吓唬我们呢 这是我想不通的一点 很简单 徐瑞看了我一眼说道 其实从我们接触这个案子刚开始 风哥你就跟我说 一直在遭遇看似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而且我也在一直营造这种氛围 索性又炮制了一场 这么说朱强嘴里头发也是你塞进去了 是的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让验尸房突然刮起一阵风的 还有那些头发 是怎么从地上爬到墙上去的 这些问题都始终困扰着我 所以必须要弄清楚 风哥 其实刮起那阵风只是一个失误 失误 我愣了一下 随后跟苏默对视的时候 也看到他的眼中困惑 所以只能继续问徐瑞 那你详细说说吧 徐瑞点点头 之所以会刮起一阵风来 是因为那我在黑暗中错案了开关 将排风系统给打开了 当时别说你们 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说完这句话之后 徐瑞笑出了声音 略显苍白的脸上 藏着一抹不意察觉的害羞之色 让我回到了他刚入职 第一次开口叫我风哥的时候的样子 但可惜的是 一切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那些头发又是怎么回事 在我陷入回忆的时候 苏默的话在耳边响起 我和疯子曾经清晰地看过 头发上面没有绑着绳子之类的东西 那是怎么顺着墙游上去的 这个并不难解释 只要有带电体就行了 带电体 我愣了一下 是的 其实很简单的原理 我们在初中物理学就曾学过 比如说使用摩擦过的木棒 将小纸线给吸附上面去 判罪者第六十八章 一场诀别 响路非非不讲 听到徐瑞这样说 我隐约明白了那些头发油动的原因 不过那些知识 毕竟太过久远了 我已经无法将其清晰地回忆起来 想要上卷宗旨中必须要做清晰的口供记录 所以我只有让徐瑞自己解释清楚 风哥 如果当时你和苏队没有急着离开火葬场 而是仔细观察现场的话 就会发现 炼尸房墙壁外面 其实是有着一根很高的高压电缆的 炼尸房墙外面 为什么又会有高压电缆 那些东西不是 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安全封闭处理的吗 苏默听到这里 皱了皱眉头问了一句 常用的高压电缆 当然不会暴露在墙外面 但那一条是备用的 是为了防止启动火化炉之后 突然停电备用的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使用的 徐瑞回道 听他解释清楚了这个原因 我接过话查继续问道 你刚才说摩擦过的小木棒能够吸附其止线 那应该用木棒摩擦之下产生电合的原因吧 是啊 徐瑞点点头 既然是这样 那问题就来了 我看了一眼徐瑞 继继续说道 出于安全考量 通常接入生活区 或者是人们经常活动的场所中的电缆 都是被绝缘体包裹起来的 严格来说 是不会有电荷外泄的 那么头发是怎么去吸上去的 丰哥 我说过 如果当时你和苏队勘察了现场 就会发现墙上的电缆 与此同时 你会发现有一段电缆 其实是剥开外皮的 徐瑞回答道 徐瑞 据我所知 干燥的墙体是可以绝缘的 那么电荷又是怎么渗透过来的 还有 就算是电荷渗透过来 但当头发与电流相接触的时候 那么就会带上相同的电荷 我们都知道 同其相吃的道理 那么头发上 怎么没有坠落下来 反而向上游动呢 我继续提问这疑惑 不 你错了 丰哥 带电的物体之所以能够吸引不带电的物体 是因为带电体 接近不带电体的时候 会产生电荷转移 或者重新分母出来 从而会将比重小的东西给吸附起来 如果是导体的话 在被吸附起来之后 电荷就会立即很快释放掉 那是因为带上同种电荷出现了排斥现象 但是绝缘体不同 吸附起来之后不会带上同种电荷 所以能够很长时间不掉 还有你说的电荷渗透问题 现在的建筑通常都是采用钢筋混凝土 所以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军原体 尤其是我在墙外泼了一些水之后 电荷完全可以渗透过去 还是有问题 我思索了一下继续说道 超湿的墙加上里面的钢筋 的确能让墙成为导体 但我觉得还是有些做不通 那得需要多少电荷转移 风格 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一点 徐瑞提示着我们 什么磁场 磁场 什么意思 上学的时候 我的物理知识就很烂 当干燥的环境中 突然涌入大量电荷的时候 就会产生磁场 发生变化 这就像云藏之中的雷暴 让飞机的仪器 出现失灵一样 只要涌入电荷够多 就别说是头发 就算是整个人 也能够戴起来 听到徐瑞这样说 我忍不住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他的话 让我想起了 曾经看过的一则报道 说是有一个人 距离十万幅高压电线太近 直接被吸附上去电死了 我知道 这句话 有着很大的夸大成分 可也从侧面说明了 高压电地区 是带有吸附效果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徐瑞所说的一切 确实是成立的 当时为了营造灵异的气氛 我打开了电闸 但因为天气黑的缘故 我第一次打开了排风系统 所以你们才感受到那骨子风 徐瑞看了我一眼 继续说道 后来我才启动了备用电力开关 突然有大量电荷涌入墙壁上面 导致磁场发生变化 从而造成那些头发游动的效果 我明白了 说完 我转向了雷大炮 雷爵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除了我在宿舍经历的那一切之外 几乎所有的疑问都被徐瑞解开了 在我豁然开朗的同时 心中也犯着莫大的悲痛和苦涩 如果徐瑞没有做这些该多好 如果我能及时发现并加以制止该多好 但正如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那句老话一样 既然这一切都真实的发生了 那就回不到从前了 永远都回不去了 笔录做好了没有 雷大炮的脸色很难看 做好了 抹了一点点头 站起身说道 根据徐瑞的供述 本案中有在商榷的疑点 全都解开了 现在就差捣到杨婷的尸体了 杨婷已经被我下葬了 希望你们不要去打扰他了 在这个时候 徐瑞抬起了头 那双眼睛里面 已经没有了其他任何情绪 只有一种恳求 葬在哪里了 以后我们会时常去看他的 苏默的这句话或许是真挚的 但我们都能洞悉出隐藏在其中的另外一层意思 只有确认了杨婷真的被下葬了 这起案件才能真的完结 不然还是不符合结案程序的 西山公墨如果有可能等我死了 把我也葬在那里吧 徐瑞说完直接站起了身 随后一步步朝着门口走了过去 他不过二十多岁 此时的脚步 此时的脚步却已经有些蹒跚 略显凝弱的背景上 更是弥漫了一股 萧瑟的气息 就像深秋的季节一样 徐瑞 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喊了他一句 他站住了 可却没有说话 能不能告诉我 结案之后 你为什么要去王秦甲 毁掉一切跟本案有关的线索 阻止你查找真相 徐瑞顿了一下说道 风哥 其实你当初说去部里学习的时候 我就有了疑心 所以偷偷跟着你去了机场 当飞机起飞后 我看到你从员工通道走了出来 所以我必须在第一时间 毁掉任何遗漏的线索 徐瑞 你真的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第几次 发出这样的感叹了 但这都是源于肺腑的 还是之前反复说的那句话 徐瑞如果将这些本事 用在本职工作上 绝对是比我更出色的法医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再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 你还会不会这样做 或许是徐瑞让我太过痛心了 也许是我为他太过惋惜了 最终问了这样一句 当我问完之后 徐瑞沉默了好半天 才轻声叹道 但凡有别的选择 谁会一步步走向毁灭 可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有些时候 你没有别的选择 明知道前面是死亡的深渊 却只能一步步向前走着 直到摔到粉身碎骨 却始终无法回头 我们走吧 马蕾没有再给我们交谈的机会 而且他显然已经做好了 拘捕徐瑞的准备 门口的两名同事 一左一右的将徐瑞架住之后 便朝着外面走去 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楼道之中 我觉得心中异常难受 但有个问题 我必须要找到答案 雷诀 徐瑞已经公输了一切犯罪事实 什么时候会处决他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想去送他 毕竟不必了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已经被雷大炮给打断了 他长叹一口气说道 唉 这件案子关系重大 我稍后就会上报省厅和白局长 尽快做出请示 毕竟你和苏莫都知道 徐瑞是一名在职警察 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传出去的 刚才马蕾他们没有用手铐 就是为了防止被局里 其他什么人看出来 所以你们两个人也绝不能走漏丝毫的风声 是 我跟苏莫心里都很清楚 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传出去的 那主角徐瑞 大概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吧 也许会更快一点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我还有事 你们也散了吧 雷大炮说着 转身走了出去 疯子 小莫 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有事情给我打电话 苏莫后面说的什么 我已经听不清楚了 我只感觉自己 像是一具被掏空了血皱和思想的空壳 眼前所浮现着都是和虚瑞相处的一幕幕 在我走出大楼的瞬间 一阵风突然吹了过来 卷着地上枯黄的叶子 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让我的内心顿时涌起了一股凉气 沉了好久的眼泪 终于躺了下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眼泪迷离了缘故 总之我在恍惚之中 看见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变化 地上那哗啦啦的黄叶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白色的纸钱 就像在送别的虚瑞一样 虚瑞一路走好 作为一个杀人凶手 虚瑞配不上这句送别的话 但作为朝夕相处大半年的兄弟 我理应当送别他 尤其这注定是一场天人永隔的决绝 判罪者第69章 重要提示 有人说秋季是丰收的季节 但我对这句话一直都不敢苟同 因为丰收之后 让万物凋零的寒冬就会到来 我讨厌寒冬 就像身为法医讨厌酒精的刺激一样 但是今晚我爱上了这个东西 我究竟喝了多少酒 已经记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因为语言的失态 被饭店老板请了出来 随后趴在马路牙子上 大吐特吐了一番 随后清醒了几分 偶尔的发泄能够平复剧烈波动的情绪 所以当我步履亮枪的回到宿舍的时候 对于徐瑞的事情已经看开了几分 归根结底 他跟大多数的法案凶手一样 都是误入了歧途 从此踏上了不归路 可是当苏默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徐瑞 就在刚才已经执行了安乐死的时候 我还是站在原地 头脑空白了好一会儿 随后顺着摇曳的火光 走向了一处角落 因为来城市安家之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所以很多人的父母也都是跟了过来 背景离乡之下 他们祭祖焚香的事情 更多是在夜晚的街道中进行的 大娘能不能分我一把指钱 我尽量不让自己表现得太过悲伤 你烧给谁啊 大娘问着我的同时 递给我一把明钞 一个兄弟 您呢 我问他 给我那不争气的小儿子 去年因为抢劫杀人 被执行了死刑 虽然他该死 但那毕竟是从我身上掉下了一块肉啊 大娘说的话比较平静 但那份心思早已跃然于我的脸上了 他为什么要抢劫杀人 问出这句话之后 我不由得自嘲了笑了笑 这个问题是何等的白痴 就像是一名法官在问犯人为什么犯罪一样 充斥着无聊的味道 他是被人带坏了 大娘看了我一眼 有些悲痛的说 当年我只知道他变坏了 但是当他死了 我看到他狱中写给我的那封信之后 才明白了其中缘由 他不善结识了几个胡朋好友 他们胁迫他去犯罪 如果他不去 他们就收拾他 轻则骂 重则打 后来更是扬扬要害我们 当时我的儿子还小 被那几个人渣给吓唬住了 所以就犯下了不可宽恕的罪行 万幸的是 那几个人渣也落网了 都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或许这就是报应吧 小伙子 你的兄弟又是怎么回事啊 大娘说完之后 轻轻的问了我一句 我的兄弟 我呢喃了一声 并没有直接回答他 因为我脑海中 此时回荡的都是 徐瑞最后说出的那句话 但凡有别的选择 谁会一步步走向毁灭 可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有时时候 你没有别的选择 明知道前面是死亡的深渊 却只能一步步向前走着 直到摔得粉身碎骨 却始终都无法回头 当时我只当他在诠释自己所犯下罪行 但是刚才这大娘的话 给了我一些提醒 徐瑞这句话的本意 是不是在说他一直受到胁迫呢 小伙子 不想说就别说了 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你也早点回家吧 大娘说着 已经站起了身 大娘 我喊住了他 怎么了 小伙子 他有些疑惑 谢谢您的提醒 我的兄弟很可能也是被人逼迫的 现在我要去查证一下 说完 我再没有做逗留 掏出手机 朝着酒店方向 大不流星的走去 方子 你在什么地方 手机为什么关机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电话刚刚接通 就传来苏默焦急的声音 这份关心 让我心里涌起了浓浓的爱意 但我现在没时间 跟他解释那么多 于是直接说道 小默 你现在把网上村的地址发给我 疯子 你又要干什么去啊 苏默顿时警觉起来 没什么 我只是想去那个地方看看 所有的一切 还都只是我的猜测 因为在这个时候 我不能将其河畔拖出 疯子 如果你不说清楚的话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苏默很坚决 小默 是这样的 我努力着寻找着借口收到 杨婷是本案最后一名受害者 想必他的父母此时 还心急如焚的 想知道后续情况 所以 我觉得有必要去一趟 上次是马哥去的 这次就让我去吧 这个借口 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不然 苏默不会说出 接下来的那句话 那好吧 那你就跑一趟吧 除了徐瑞这当的事 省厅 省厅正展开作风整顿 我和马蕾 都脱不开身 你去还算合适 那你现在就把地址发过来吧 好的 都注意安全 有事情打电话 我知道了 挂完电话没多久 苏默就将 网生村的地址 发到了我的手机里 随后 我去酒店 简单收拾了收拾 打上车 直接奔向了机场 现在 我一分钟都不想多等 网生村距离我所在的城市 有两千多里 选择飞机 是最节省时间的途径 只不过在机场等待的时候 我多少是有些坐立不安的 心里更是如同长了草一样 因为我不知道此行会寻探到什么 徐瑞的背后 究竟是不是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人 这起案件 这起案件是不是还有转折 这些都是我没办法预料的 三天的时间 不过是弹指一挥罢了 当我再度站到这座机场门口的时候 我变得更为焦虑起来 心中那尚未来得及产出的草 长得更疯了 甚至让我感觉到了绝望 这种绝望不仅仅是来自于 网生村之中的见闻 更是来自于探寻道的真相 我真的没有想到 一切真被我的乌家嘴给严重了 马哥 你现在有时间吗 走出机场 我并没有拨通苏默的电话 而是打给了马蕾 疯子 这几天省厅都忙着作风机器整顿 所以没来得及和你联系 我刚从省厅开完会回来 有什么事吗 马蕾的生意里透着一些疲惫 也没什么 就是想让你陪我去徐岳家看看 不管他做了什么 毕竟当初都是一个草子里吃饭的兄弟 所以我想最后再送送他 你说呢 我的话说完之后 电话那边马蕾陷入了沉默 稍许才说道 好 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在徐岳家会合 好的 挂了电话 我去路边的首饰摊上买了些韭菜 然后又给苏默打了个电话 随后 打车直接赶往了徐岳的家里 路上 我几度差点哭了出来 物是人非 大概只有这个词能够形容虚贼的家吧 几天前我们来到这里 在地窖中 他公述那些犯罪细节的景象 还历历在目 可如今却成了一捧黄土 人生 可真是够短暂的 因为好几天都没有打理过 所以屋子里面 已经落满了灰尘 我将沙发和插机清理了几下 便坐了下来 打量着屋子里的一切 同时等待着马蕾 屋子不是很大 因为被阴的原因 所以显得有些昏暗 明黄的灯光打落下来之后 使之看起来多了一些温暖的颜色 我在想 杨婷还在世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曾经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白天 徐瑞去上班 杨婷在家里养伤 等到晚上 徐瑞披着夜色进门的时候 或许那张桌子上已经摆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饭菜或许很简陋 但我相信他们两人一定吃得很香 也或许他们在吃饭的同时相互喂上两口 然后同景一下以后的生活 他们举办一场小型的婚礼 他们会攒钱买下一处房子 他们还会有自己的孩子 这是 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有远极近的脚步声将我拉回到现实当中 当门被推开的时候 我看到了满脸疲惫之色的玛蕾 他朝我笑了笑之后 便坐到了我的对面 不好意思 冯子 最近这几天实在太忙了 所以来晚了一些 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客气的 你是有句话叫赶早不如赶巧吗 现在正好是饭点 我从路上带点吃的 一会儿咱们边喝边聊 说着我就站了起来 你先坐着我去拿碗筷 疯子我去吧 我没有给马蕾站起来的机会 直接把他安回到凳子上 你这一天够累的了 先坐下喝点水吧 我很快就回来 说完我就转身出了门 在出门的瞬间 我看了看表 而当我端着刷干净的碗筷 回到屋子的时候 我又看了看晚上的手表 连续带回七分钟 白的还是皮的 坐下之后 我从袋子里拿出两瓶啤酒和一瓶白酒 你不是不喝酒吗 马蕾稍稍有些意外 今天想喝 我选择了白酒 因为徐瑞的事 马蕾接过一杯 不是 我摇摇头 那是因为什么 他问我 因为你 我盯住了他的眼睛 因为我 马蕾愣了一下 回神笑道 因为我什么 因为你骗了我们所有人 因为你胁迫了徐瑞 因为你才是真正的幕后真凶 我一字一顿的说道 判罪者 第七十章 坦诚相待 当我的话说完之后 马蕾端着酒杯的手 颤抖了一下 他沉默了好半天之后 将那杯酒一口喝净 随后才叹了口气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三天前 那个时候 我还不能确定 将目光从马蕾的身上收回 我也干了这杯酒 从事之中 我还时时处处都格外小心着 你怎么发现破绽的 最初的惊慌之色退去之后 马蕾又恢复了往常的样子 淡定而又沉稳 透过这样的神态 加上以往我对马蕾的了解 他内心之中的想法 已经被我洞悉到了 显然他跟徐瑞一样 都是做好了应对最坏打算的准备 其实你真正让我怀疑 是那天吃饭的时候 我回忆了一下 吃饭的时候 马蕾显然没有察觉到自己 何时露出了马脚 对 吃饭的时候 说着话 我已经站了起来 随后指了指手表 你还记得刚才我去拿碗筷吧 我来回一共用了七分钟 因为我并不知道徐瑞家厨房的确切位置 退一步讲 就算我知道厨房位置 找碗筷和刷碗 也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可那天吃饭的时候 你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将碗筷给找了出来 这说明了什么 哼 说明我对徐瑞家很熟悉啊 马蕾笑了笑 是的 我点点头 只有对徐瑞家很了解的人 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 将碗筷给找出来 所以 我断定你 经常来徐瑞的家里 如果我们只是关系好呢 马蕾笑了笑 然后指了指我 就像我们的关系一样 这不就能解释通了吗 当然 他说的这一点不无道理 因此我只能从别的方面来反驳他 你这样说的确是成立的 但你似乎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足以让你暴露无鼻 什么 马蕾好奇的抬起头 地窖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地窖 他疑惑了一下 那座地窖是复制的看守所中的居压室 我清楚的记得 当我率先进入地窖 发现里面的格局跟居压室一模一样的时候 曾经发出过惊呼的声音 不错 我当时也听到了 马蕾点点头之后 又反问我 但是 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的问题大了 我站起身说道 当我发出惊呼声音之后 无论是苏默还是雷举 都在第一时间询问我发生了什么 但是你和徐瑞并没有 徐瑞没有任何反应 我能理解 毕竟这里是他的家 那座地窖也是他费尽心思弄出来的 但是你也保持着淡定 这就不得不引人深思了 罢了 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马蕾叹了口气 徐瑞说的不错 百命总有一书 我将每个细节都算计到了 没想到 还是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东西 真是天网灰灰呀 不 你错了 我再次反驳了他 哪里错了 马蕾有些费解 有些东西你能算计到 但有些东西则算计不到 当一个人对某处场景太过熟悉以后 大脑的本能是会判断失误的 因此 当时就算你有所反应 也绝对不会做到 苏默和雷举那般自然 这样的情况之下 依旧会露出马脚的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 那地窖 应该是你跟徐瑞一起弄出来的吧 不错 马蕾点点头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徐瑞想要一个人完成那项工程 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我只能竭尽全力帮助他 想不到问题 最终出在这里了 说完 马蕾笑了笑 继续问我 除了这两点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想知道 自己究竟哪里犯了错 当然有 比如徐瑞的暗示 我抛出了杀手锏 你察觉到了 马蕾显得有些诧异 是的 徐瑞的第一次暗示 是在他供述刚刚开始的时候 你曾经问过真凶是不是他 那时候 他陷入到沉默当中 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 聊起来这些的时候 马蕾似乎很有兴致 我们都知道 徐瑞是主动投案的 既然是主动投案 那就说明 他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你问他的时候 他应该很痛快地承认才对 而不是陷入到尖默之中 当然 真正促使他开口的 还是你的那句话 我提醒着马蕾 哪句话 我们会全力帮助你的 这有什么错吗 那时候 听起来是同僚之间的关怀 但现在我可以肯定 那是你的威胁 我直接下了定论 你说的对 马蕾给自己倒了杯酒 那的确是我在威胁徐瑞 他必须将所有的罪名扛下来 除此之外呢 再有 就是我们驱车来到徐瑞家之后 如果你记忆力够好 应该知道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我继续给这马蕾提示 那句 黑暗或许能够迷惑人的感官 但只要坚持寻找 哪怕一个灯泡 一只火把 甚至一根火柴 都能将其蓄散 让一切还原本来的面目 我将徐瑞的原话重复了一遍之后 继续说道 当时他这句无头无脑的话 让我充满了疑惑 不过现在我都明白了 那是他给我们做出的暗示 还有没有 马蕾的脸色有些苍白 有 我点点头 再有就是徐瑞公述了所有犯罪事实之后 将走出会议室的时候 也曾经说过一句话 那句话说完 我原本想再问一些其他的 但是被你打断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时候 你心慌了 是的 马蕾没有否认这一点 点头说道 我记得徐瑞是这样说的 但凡有别的选择 谁会一步步走向毁灭 可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有些时候 你没有别的选择 明知道前面是死亡的深渊 却只能一步步的向前走着 直到摔得粉身碎骨 却始终都无法回头 这样的话 已经是另有所指了 所以 我不能让他继续说下去 谁知道 他会不会将我抖了出来 更何况 无论是你 还是苏默 亦或是雷举 嗅觉都异常的敏锐 我必须保持谨慎才行 说完 马蕾又问了我一句 你还知道了什么 很多 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比如呢 比如除了杨婷的头皮之外 那十一个人的头皮 其实都是徐瑞割下来的 比如最初结案的时候 来认领尸体的那些人 都是你花钱雇来的 比如王荀身死的时候 你是配合徐瑞欺骗了我们 比如朱强的死亡 其实并非注射致命药品导致的 又比如 你和徐毅曾经是青梅竹马的恋人 当我一口气说完这么多之后 马蕾再一次陷入了沉默当中 他脸上已经没有了丝毫的血色 只有眼中闪烁着 令人畏惧的凶狠光芒 那是仇恨 我心里非常清楚 他情绪的突然波动 并不是因为我前面所说的那些 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许义 这个马向阳曾经包养过的情人 那才是马蕾触碰不得的逆临 而这也是引发这起重案的导火索 你没事吧 好半天他都没开口 我只能试探的问了一句 没事 马蕾缓缓的回过神 抬起双手 使劲的搓了搓脸 然后苍白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 疯子 在供述所有犯罪事实之前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可以 我点点头 第一 根据徐瑞之前的供述 那十一名女孩的头皮 都是朱强写下来的 那为什么现在 你会认定 真正做出那些的是徐瑞呢 马蕾问 正是刚才我说的 因为手术刀 我回忆了一下说道 在重新调查这起案件的时候 我曾经去过马向阳郊区的别墅 也就是在那里 我发现了那间隐藏的密室 发现了解剖台 就是根据解剖台 我嗅到了朱强存在于这起案件当中的气息 而且那上面还发现了一把手术刀 根据喷剑的血迹 能不确定那人使用的是左手 朱强死亡之后 你曾经去过火葬场查看过 我想当时你确定他就是个左撇子 不然在徐瑞攻述的时候 你不可能保持着沉默 那究竟是什么 促使你推翻了这一点呢 马蕾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 你说的没错 在练尸房中 我曾经摸过朱强的左手 他手上存在的剪子 确实符合左撇子习惯 但我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加上当时看到那些游动的头发 所以被我忽略过去了 前两天我终于明白了 哪里不对劲 那根本不是朱强的左手 而是右手 我很笃定的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看来当时把你吓得不轻啊 不然怎么可能左右分不出来了 马蕾笑着嘲讽了我一句 不过那笑容之中 藏着深腻 马哥 其实你比我更清楚 我并不是受到惊吓 导致判断错误 而是你们将朱强的两只胳膊 切了下来 随后缝合到相反的位置 这才是我蒙蔽的原因 判罪者第七十一章 正面交锋 响路非非博奖 不错 沉默了一下 马蕾还是承认了 想要做到完美的犯罪 那就要将每个细节都考虑到 正如你说的一样 我们的确是用交换手臂的位置 营造了朱强左撇子的假象 不过这还是被你给识破了 其实除此之外 你们还疏忽了一点 我提醒着马蕾 什么 解剖台 我组织了一下语言说道 一般情况下 医院里所使用的医疗器械 是不包括解剖台的 更洪荒朱强本身是一名精神科的医生 更是用不到那些东西 马哥 你比我入职要早几年 相信你比我更清楚解剖台会用到什么地方 是我们答应了 马蕾叹了一口气之后说道 第一个问题 您已经解释清楚了 说是我们疏忽了也好 是连秀学敏锐也罢 总之还是被你找到证据 那么第二点呢 你是怎么知道任领尸体的那些人 是我花钱雇的 这可是最容易解释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刚刚从网生村回来 话落 我看到他没有吱声 继续说道 当我去那个村庄之后 我发现那里的人们 并不知道流云他们的死亡的事情 所以 我断定认领尸体的那些人 是你花钱雇来的 马哥 我不得不说你胆子很大 当时白局长还没有回部里 王副厅长 也是一直在局里蹲点 雷局更是彻夜不眠的统筹着大局 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是兵行险招 来了个瞒天过海 这招虽然是比较凶险 可一旦成功 胜算却大 富贵险中求 就是这个道理 再说 当时你们不也被我全都骗过去了吗 马磊轻笑着回了我一句 是啊 我长叹口气 带着回忆说道 当时你执意要亲自去赶赴网生村 我指当时你出于对本案的责任感 可现在想起来 你是要避免我们当中有人插手这件事 无论换作任何人去往生村都会穿帮的 但我不明白的是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的父母过来认定尸体 非要去花钱故人呢 穷山恶水除刁民 这句话你总听说过吧 这有什么联系 疯子 徐瑞所供述的一切当中 虽然有些地方跟事实有着出入 但对于往生村那些村民的描述却没有丝毫偏颇 你不妨想想当年他们将马向阳撵出了村子 但当马向阳一锦还乡的时候 他们所思所想的都是怎么从马向阳身上捞取好处 从没有对当初的所作所为做出过忏悔 这样一帮人 如果真的告知他们自己的女儿被害了 他们能够轻易接受这样的事实吗 不会 我摇摇头 往生村的那些村民我见过 的确是唯利是图的一群人 如果当时他们得知自己女儿身亡 我想八成要狠狠的讹诈一笔 难道这就是你故人领尸体的原因 是的 马磊点点头 我干了这么多年行侦 见过形形色色的凶手 同时也见过千奇百怪的人 更看清楚了各种各样的人心 但都不如往生村的那群人性博良 正如你所说的一样 当时我们将受害人死亡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那么他们一定会将事情闹大的 会想尽一切办法 所要赔偿 真的到了那种地步 就没有办法顺利结案了 所以我只能花钱雇了一批人 让他们装成受害人的家属 一则能够尽快结案 二来也能将你们糊弄过去 马磊承认了这一切之后 又接着问我 上述两个问题都已经做出了解答 现在我们进行第三个 你说王群生死的时候 我曾经在案发现场配合过徐瑞 是的 我点点头 那你说说我是怎么配合的 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我跟马磊的角色似乎就是对调的位置上 他更像是一名警察 而我才是那名穷凶极恶的犯罪凶手 但这都不重要 因为我很了解马磊这个人 只有我将所有都表述得清楚之后 他才会将自己犯下的罪行全盘托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之间的谈话更像一场交易 我讨厌跟人做交易 但为了让他供出全部 我只能隐忍着接受 毕竟这起案件之中 还有一些疑点 需要通过他的嘴 来做出最后的剖析和解释 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看到的是王群 蜷缩在角落里露出惊恐的样子 做出初步尸检的时候 我从他的嘴里扯出了一团头发 头发扎进了肉里面 关于怎么扎进肉里面的 徐瑞已经公述了 那是因为用深层冰冻的肉造成的 而我之所以说你配合徐瑞 就是在我将那团头发拽出来的时候 原本我是打算好好勘察一下的 但当时你一直说恶心 让我赶紧收起来 随后你直接找物证带 把它装进去了 并且催促我赶快回去做检验 我觉得这没有错 可你为什么说我在配合徐瑞呢 马蕾继续狡辩着 因为时间 时间 不错 就是时间 我回忆到 粘连头发的肉是经过深层冰冻的 所以塞进王群的喉咙里之后 才会将他的肉给粘下来 而那个时候王群刚刚死不久 所以还是存留体温的 通里被粘下来的肉也是一样 但是当我将那团头发 从他的喉咙里扯出来后 就不一样了 粘连着头发的那团肉 很快就呈现出深层冰冻后的冰凉感 所以你必须要让我尽快装入物证袋 封存到证物箱里面 我有没有说错 没有 马蕾很痛快地承认了这一点 当时我就是基于这一点考量 让你赶紧把它收起来 不然以你的专业水平 很快就会发现那团头发有问题 马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朱强真正的死亡也是如此吗 你继续说 马蕾没有否认 但也没有承认 不过他这种模棱两可的话 已经让我肯定了心中的猜想 于是继续说道 我跟苏队去火葬葬的时候 在朱强的嘴巴里发现了同样的头发 虽然那些头发经过检测 也是属于流云的 但是 我在头发上面并没有发现毛囊 而且当我扯出来之后 也没有发现如王群嘴巴里 一样粘连的肉 之前我想不通为什么 可我现在明白了 因为朱强的死亡方式 跟王群一样的 而之所以没有发现粘连的肉 是因为朱强身亡的地方 是看守所的居家室 当朱强死亡之后 经过尸检之后 被送到火葬场 而这个过程中浪费的时间 足以让身从冰冻的肉出现融化 那样的结果 很有可能让你们露出马脚 所以在确定朱强死亡 将他的尸体送在火葬场之后 你们要尽快做出处理 将毛囊那一段给剪了 造成了后面我看到的样子 等等 这个时候 马蕾打扰了我的话 摇着头说道 疯子 虽然你分析的挺有道理 但你不要忽略了一点 当朱强出事之后 看守所方面 是一定派人检查的 甚至 会将其送到医院 那在他嘴里 同样塞入一团头发 岂不是太过冒险了 毕竟看守所这方面 请医生 还是送医院 都是我们不能掌控的 这就要问你了 问我 对啊 就问你 我盯着马蕾的眼睛说道 如果我没有擦错的话 你再将朱强带到拘押室之后 就一直在看守所附近等待着吧 看到马蕾沉默的表情 我继续说道 这就是为什么看守所方面通知你朱强之后 你会第一时间赶过去的原因 你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杜绝他们请大夫 或者将朱强送到医院 从而发现他嘴巴里那团头发 确切来说 是怕被别人发现 朱强口中那团深层冰冻过的肉 我那样做 岂不是自露马脚 岂不是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吗 马蕾反问了我一句 当然不会 我摇摇头 通常情况下 重犯拘押到看守所之后 都会进行常规体检的 但是 根据我从看守所方面核实的情况 在将朱强收押的第一时间 你就尤为强调了朱强这个人的重要性 并且提出要亲自带医生给朱强做体检 对于此 看守所方面当然不会反对 毕竟他们对这些案子也是有所耳闻的 当然你从看守所出来之后 将一起拘押朱强的同事打发走之后 你并没有去联系医生 那我做了什么 马蕾依旧不说任何具体性的东西 等 等什么 等徐瑞 我捋了捋思绪 继继继续说道 每名医生都有最基本的医德和职业操守 如果你去找别的医生加以利诱和配合你 难免会增加暴露危险 但是徐瑞不会 毕竟他是你的同伴 最关键的是 徐瑞就是一名法医 虽然专注领域不同 但做些基本的体检 是没有问题的 当你带着徐瑞去了拘押室之后 正在检查的时候 徐瑞巧妙地避开了朱强的嘴巴 而将其掩饰过去了 并且没有被看守方所察觉到 直到确定朱强死亡之后 你掏出手机打了电话 给谁打电话 雷菊 以及 徐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